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手三指一直聚拢而不松开 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个极为重要的细节 画像上 白石老人对艺术的前进和赤子之心呼之欲出 这件被识人赞为可以和列宾的托尔斯泰相相媲美的作品 创作者是吴作人先生 吴作人先生祖籍茂林镇 除了吴作人先生 近现代书法家吴玉如 文学家吴祖香先生的祖籍也在这里 人们尊称他们为茂林三五 吴作人早年受教于徐悲鸿 后赴法国留学 不久转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油画 回国后 吴作人曾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徐悲鸿为校长 他们曾立邀当时还没有很高名气的齐白石出山任教 这张照片记录了美术界的一段佳话 1958年 50岁的吴作人先生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艺术上他大胆创新 他以法由我变 意为人生的艺术观 循着诗造化 夺天工的创作道路 继承和发展传统 为中国水墨化开拓了新的风貌 使中国当代美术史上一位杰出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 77岁那年 吴作人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回到祖籍京县茂林 不由诗性大发 写下了 一别故远百几年 茂林修竹静晴天 魁风两节一空翠 子弟贤歌四话篇的诗句 故乡的纸和笔 陪伴了吴作人的一生 他用轩笔挥洒激情 用轩纸承载财情 京县的人与物完美组合 造就了弥足珍贵的水墨画卷 其中也饱含着深深的香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